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人嘴里夸赞的这个人就是张爱莲 她是村里的原妇女主任 虽说张爱莲现在已经卸任 但一有时间 她还是会常来王秀珍老人家里坐坐 因为张爱莲知道 王秀珍老两口身边需要人来照顾 她就是我的父母 她没有爱莫名的就是她的爱莫名 张爱莲和王秀珍老人虽说不是亲人 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胜似亲人 不管有啥需要遇到啥困难 张爱莲都会放下手头事赶来帮忙 说起张爱莲的好 王秀珍心里一直感激不尽 几年前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秀珍的老伴张湘红 突然腰部疼痛难忍 翻身都成了问题 老人无儿无女 无依无靠 在寒冷的冬夜里 王秀珍心急如焚 束手无策 这要是有个啥三长两短可咋办 焦急万分的王秀珍突然想到了张爱莲 她试着给张爱莲打了电话 却没想张爱莲二话不说 很快赶到了她家 到了医院 张爱莲默默地交了医药费 一直陪护在老人身边 悉心照顾 直到老人出院 熟悉张爱莲的人都知道 她就是这样一位暖心的村干部 群众家里的困难事和繁星事 在她这里都会迎刃而解 为了带动村里的发展 张爱莲丝毫不顾及自己身体的残疾 每天忙碌地奔波在村民们身边 这让很多村里人看在眼里 佩服在心里 因为年轻时工作中的一次意外 张爱莲落下了残疾 至今她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迟缓 但在她心里却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残疾当回事 只要是村民们需要 她都乐意跑腿 今年56岁的村民 借水荣 家里经济情况本就结局 为了抚养三个孩子上学 借水荣借款买来一只羊 靠着每天微薄的养奶前艰难度日 张爱莲得知了借水荣家里的实际困难后 寻思着帮她一把 她仔细思量了一番 既然借水荣有养殖经验 何不多养一些羊来发展规模养殖呢 如果养得好就是一勺养殖产业链 这样一来或许可以改变借水荣的家庭困难 说不定还能带动村上的产业发展 张爱莲在村里走访后发现 和借水荣家的实际情况一样 村里很多人都有发展养殖业的希望 可大都苦于没有资金支持和产业技术扶持 我就想给这么相当的资金 她卖一些羊来图来制的牛来 把这个家庭给养殖也搞去 经过多方打听 张爱莲得知 县妇联有个贫困母亲救助工程的扶贫项目 可以为其提供小额信用贷款 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抵押 在这样的利好项目面前 张爱莲却喜悠参半 这拿啥去抵押呢 思来想去 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也证实这个决定 让张爱莲和家人产生了矛盾 连续几天张爱莲反复劝说丈夫 最终丈夫被她的真诚说服了 她用家里的房子家产和工资卡做担保 为村里的妇女们带出了第一笔项目扶持资金 借水荣家里的羊也开始大规模养殖起来 在张爱莲的不断努力下 张家补村顺利实施了八轮贫困母亲救助工程 村里六十多户贫困父女 依靠发展养殖产业顺利实现脱贫 有些人家还盖起来新房 生活走向富裕 这让张爱莲也乐在心里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作为副代会主任的张爱莲 从当选那天开始就心里清楚 只要自己真正发挥作用 组织好引导好村里的妇女们勤劳做事 农村妇女也将大有作为 那想发挥这半边天的作用 就必须找这妇女做些设施 不做设施 那当这妇女资源 就不算个妇女资源 当时苹果产业是张家补村的主导产业 多半村民都在种植苹果 由于村民大多依靠传统的种植经验 缺乏科学系统的种植养护技术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一来没个好收成 二来卖不上个好价钱 凭借年轻时对果叶栽培技术的专业学习 最终成为农民技师的张爱莲 经过调查走访 决定用自己的一技之长 组织带领广大妇女 系统学习果业种植技术 运用科学手段发展苹果种植产业 她在村里创办了妇女学校 本想着大家会踊跃参加 可来学习的妇女们却寥寥无几 当时在村里的妇女们看来 在家哄娃把孩子管好 做好针线活 这才是妇女的正经事 而这种苹果的活是男人们的事 不想去没时间 成了许多妇女的推辞 面对村上妇女们的排斥和推辞 张爱莲没少吃闭门羹 可她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一次又一次主动上门 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 村民孙美荣家里种了五亩苹果 起初她对学习苹果种植技术 毫无热情 在张爱莲的反复劝说下 她这才和其他妇女们 开始转变思想观念 跟着张爱莲认真学技术 在张爱莲一遍又一遍 手把手的耐心教授下 孙美荣最终掌握了技术 现在她成了村里的 苹果种植能手 实质在在的收入增长 让村里的妇女们尝到了甜头 大家开始纷纷跟着张爱莲学技术 在她的带领下 村里还成立了科技服务队 免费给全村乃至周边的乡镇 开展科技服务 定期的科技知识交流和知识讲座 带动了张家普村和周边乡镇 苹果产业的大发展 村里人慢慢富裕起来 张爱莲打心眼里高兴 可是走在村里 看见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 和留守老人少人照顾 这让张爱莲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 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几年前的夏天 张爱莲帮着村里的老人收麦子 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卖场起火了 顾不上多想 她急匆匆地赶去救火 却没想自己被烧伤 这次受伤让张爱莲整整躺了三个月 虽然在家里休养 但张爱莲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村里的老人们 自己受伤呢 谁来照顾这些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们的生活呢 我就像有更多的这个好人绑好人 现在就知道 我就从你的年龄收莫服务队 在张爱莲的唱语下 村里的妇女们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开展爱心志愿服务活动 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家里 时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陪老人聊天 为老人们解决生活难题 浓浓的温情感动着一位又一位老人 最后就思想 最后就在他国里来这 又爱又恶恶的人一样 我们趁着 古瓜老人啊 孔朝老人啊 他在国里幸福快乐 人心